OK 我这辆摩托已经行走了一千多公里 是时候 check up 一下它的 状态看一下是怎样 其实我的这个 后尾灯跟我的brake 灯 在那天 Talenoid的那一天已经是 坏掉了 已经是没有亮了 已经烧掉了两盏灯 然后 幸好 我有带到这个 脚车用的啦 这个 闪灯 OK我装在这边 暂时顶着先咯 可能去到 曼谷的时候 有workshop的时候 我会一起弄 这两个东西 然后 还有发觉到就是我的里面这个小灯 也是烧掉 里面小灯 幸亏大灯还有 working的 OK 然后 从来没有试过那么肮脏的 我的宝贝 没有办法啦 回到区 再帮你洗清洁清洁啦 然后 其实这条Daya一直都有 漏风的状态 但是它是很慢 最长可以顶两天 一天它就会漏了一半 所以我最好是我天天打油 打风 我天天在 冲风 给它冲 冲到 比较硬 OK 然后 希望可以 给我撑到去 Banggok的时候 我就要换一条新的Daya 因为这边就比较难寻找 就在那个 Lankawi的时候 已经补过了了 在Danju Marim 就已经中顶了 其实 然后 补来补去也补不好 就 硬硬硬 罢 OK 哇 从来没有那么 暗脏过我的宝贝 你看 什么路也走啦 黄泥路也走啦 下雨天也走啦 带你来 拍过了 VBC Vespa Dragon Club OK 这是 我一路上用的 主地啦 也不会太贵 也没有用太贵的 这个好像没有记错是15块左右 OK 这间就是 我在春泵的 民宿了啦 在大陆旁 非常舒服 也非常便宜的一间民宿啊 然后 很宁静的 找到一间小食堂 听那个住户说 这边有免费的咖啡 又免费的饼干啦 在这边自助式的 饼干 咖啡 自己泡制 看到一个蛮特色的东西 你看 它是这样开的 开了过后 翻开了过后 它是一个镜子来的 嗨 Good Morning 这个就是我在这里 简单的早餐啦 我来个点这个 COPIO 现在已经是 12点钟 午了啦 今天的天气一直反反复复 下 毛毛鱼啦 偶尔下大一点啦 所以 打乱我今天的行程了啦 原本我今天要去到 花云的 觉得是 去不到了啦 但是 有一个网友啦 我的好兄弟啦 Stanny 跟我一起玩老车的 他介绍我 一个海边 不需要去的 就离开这边 20多公里 这样子 叫做 All Time Beach All Time Beach 不如我就 过去那边 看看 在那边吃我的午餐 然后才决定 今晚上会 走到哪一个地方 惨的惨的 漏太多风了 要自己 用那个手动的 绑一下风先 在Mr.DIY买的啦 这个脚车用的 用这个来 尽量 憧憬它先 然后才去游战 找那个比较 专业的 冲锋器 哈喽 在路中间啊 看见一只啊 有没有百年老龟啊 够大只哦 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只的乌龟 走在路中间来啊 哇 你是哪里走出来啊 哇 够大只了 我从来没有 那么近距 那么近距离接触过这个乌龟 OK So 然后 在路中间啊 我必须要 刚逃回这个 丛林还是什么 我怕给 罗里撞到你啊 我的 Vespa 在旁边的 Size 就是这样子 哇 不懂是不是他的 是你的吗 你要走回去啊 It's you It's you 你的乌龟吗 哇 走出来啊走出来啊 刚才不来了 全部来走回去了 不懂是他们养的吗 不懂是不是他们养的 沟通不到 沟通不到 OKOK 报回去了 OK 报回去了 啊 报回去 小心小心 有车有车 哦 他们养的 走出来了 哇很重啊 哦 哇很重啊很重啊 他们要刚去那个 刚去哪里 哦放在对面 哦不是啊 应该不是他们养的 我不懂他们讲什么 OK Cup Cun Cup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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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OK啊 回去你的地方 听听话话 回去你的地方 回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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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 哦 都不是他们养的 不懂哪里跑出来 跑出来他 看到我在求助还是什么 他们就过来帮忙 把他移过去对面 哦 你看这个 哇 这个好心伯母还拿了 他的香蕉来给他吃哦 看他吃没有 我吃叻 吃叻乌龟 哦给他吃这个香蕉 非常好心的这个伯母 要给他吃香蕉 我这个花蚊是粗粗 你看他吃 很大只哦 咕咕咕咕声音 吃香蕉 OK吃了你好 走回去森林了啦 哦 走回去你的地方了啦 OK 拜拜 伯母 拜拜 Kakun Karp 帮胎头关你啊 OK Kakun Karp 嗯 伯母讲可能是那个神庙那边走出来的 因为前面那边有一间WAT 就是WAT 泰国语 叫做神庙 可能是神庙走出来的 这个是 去着 Old Time Bridge的路途中 有一个美景 有一个老火车销 看下去是只是其中一节而已啦 因为左边右边它是山崩下去的 是其中一节它保留了过后 然后山崩新的道路 哇这个角落很美 除了那个红色的 地上 哇 哇哦 Woo 旁边就是那个 河流了啊 应该是流去 那个大海的河来的 多么的漂亮你看 哇 路边有一辆这个Kombi 卖咖啡了 前面就是 海边了 好 先去看看海边有没有东西 吃或者喝的 没有的话 我才到回来这边 都非常吸引我啦 质量Kombi 到了到了 这个春桿的 其中一个海边 Hull Time Bridge 这边也是有resort 哇 美的这种野树 非常大的海滩 非常大的这个海滩 这个湾啊 台湾 非常大的海湾 左边就是泰国湾啊 泰国湾海域 哇全部在那边 camping 非常 非常 悠闲的一个海边 我要拍回一张照先 在这边 太蹭破到太美丽了啦 海边就是应该要有这个 椰树了 它的地表 一个公牛啊 原来它不是叫 Hull Time Bridge Hull Time Bridge 应该是 其中一间的 restaurant的名字 这边真正的名字叫做 Tongwarin Beach 应该是这样读吧 Tongwarin Beach 它的地表 在前面这边 拍回几张照片先 再去找东西吃 这边都蛮多 餐厅 蛮多 民宿 所以也是可以选择 来这边 玩耍或者过夜的 这个地表 在春蓬 离开春蓬街上 20公里 的地表 就在这个Tongwarin Beach 吃午餐了啦 然后 找到一间非常特色的 这个餐馆 然后还有这个 艺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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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参观一下 他们的艺术 艺术这东西我 不太会看 是靠感觉 这种全部都是靠感觉的 这种 有Fill啦 这个鱼壶捉着这个鱼 可能就是代表这边 哇还有 哇还有 没有乾坤啊原来 我这里走过去看一下 后方就是海边了 哇 这个feel 很适合我 吃饱后可以在这边 喝些饮料这样 吹吹海风 但是这边的海风没 啊 Cosamui来得大 而且这边的海水梅 Cosamui来得美 可能有live band啊晚上 哇这个好料 Masho 哇 爽这个音乐 对啊我就坐这边了 吃我的午餐 非常舒服的环境 加了一杯 Cucumber Soda 等着我的食物到来 我的午餐到了 这个是猪肉来的 哦 不是我特别 预备的 反正 很多长颜在这边 因为反正我也不会 不太了解泰国的美食啊 所以就叫他们煮他们的拿手菜来 他们煮 我负责吃 就对了啦 可爱的 好像个冬菇帽这样子啊 这个屋顶 这边还有这个 卡拉片 可以住 很多民宿这边 基本上是 不用担心 住不到民宿的 就是 海边了 后面 OK 要离开这个地方好了 往那个 移动 Masho 还有 432公里啊 继续前行 一直都在下雨前行 距离目标 花映 还有 接近200公里啊 打满油 上个厕所 继续努力下去 家常编范啊 对他们来说 这种车 载着这个货物 有些还更高 来的啊 大多数全部是运输去那个半股啊 原来这个吉祥物在这边 每次看那些 车队啦 车队啦 都会在这个吉祥物这边拍照打卡的 今天终于轮到我 来到这个地方了 OK 这个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 从春蓬 去着 花映的那个 面路 一定会看到的 非常高 这个吉祥物 大个道 应该有四五层楼高吧 这个东西 我做摩托 不算夸张 这位人是使用骑脚车 才算夸张 嗨 你好 你好 我是平哥啊 平哥你有做视频吗 一路上 有做 主要是做什么类的东西 什么频道 平哥闯地球 平哥闯地球 OK 我要关注一下你了 比较少 你会进马来西亚吗 其实我想去马来西亚 但是我的金费不够 所以我会 下一次吧 好好好 保持练习 保持练习 平哥 哈哈 Keng啊这个 互相 互相拍对方了 我们现在 这个他已经离开到湖北 80多天了 因为他的经费还不够 如果够的话 他会 骑到去马来西亚 可能下一趟吧 好 平哥 我们有缘再会 耶 哇 看到这个 Miyang Ma的字了 这个Miyang Ma的分岔路啊 有来到这个地方 天色已暗啊 不敢路了啦 找这个 宿舍 落脚了啦 这个叫什么地方啊 我只是记得 Kiri Ganan Kiri Ganan 还没有确实的名 我不会读啊 等下看有没有 确定的 我再读多一次 给你们听一下 刚才那间旅店 已经爆满了啊 我对面路找到了 这间旅店 350块 太过钱 但是我跟他说 我只有340块 因为 刚好零钱是340块 他OK 所以我是用340块 泰币租到了这间房间 哦 不错啦 可以啦 在那个大路旁的了 出来离开 好跳不到5分钟的 路边摊啊 哇 很好生意哦 我知道 吃这个 好像清汤的碗汤米 这样子啊 哇 越越越多人哦 这边 路边摊 路边摊 我跟你们说哦 在泰国 吃什么都这么好吃啊 不懂是不是 骑摩托 骑到太累了的关系啊 也是给我 清光料